不同国家都是怎么鼓励人民生孩子的 你知道吗 有的国家生完孩子能休三年产假 有的国家免费让女性生孩子 今天这期视频老黑就给大家讲讲 各国鼓励生孩子都有哪些福利政策 全程高能将会颠覆你的认知 以美国据数据显示 美国近六年的新生儿出生人数都在渐少 为了不出现人口危机 美国政府加大了生孩子的福利 比如给民众子女抵税额 只要生一个孩子 前前后后能抵的税务高达一万多美金 这要是换成人民币值个十几二十万了 而且生的越多能抵掉的越多 不止于此 美国人生完孩子还能享受医疗补助 孩子只要没超过五岁 就能每月领到一百美元的食品券等 还能接受免费咨询 另外还有十二年的免费教育 这些福利都能省下一大笔钱 二 法国 法国红利也让人眼红 曾有法国人以美国家给的福利 甘心生了十三个孩子 在法国生一个孩子的话 孩子三岁前每月能领一百一十七欧元补贴 生两个孩子的话 孩子六岁前每月能领六百欧元补贴 生三个孩子的话 越能领到九百欧元补贴 以此类推生的越多领到的越多 所以法国人都愿意生孩子 而且法国女性生一个孩子 都能带新修十六周传假 生的越多假期就越长 但福利多的国家还不止这两个 各个国家都有哪些 鼓励生孩子的福利政策 三 俄罗斯 俄罗斯为了让老百姓生孩子 那是下了狠招 首先是跟普京总统近距离接触 只要生了七个孩子 就能到克林姆林宫跟普京一起吃晚饭 当然生不了那么多的话 只要生三个孩子 在俄罗斯也会成为英雄的母亲 英雄母亲生完孩子之后 能领到差不多五六万人民币的补贴 外价一块奖牌 然后接下来的每个月 政府每个月都会给女性 发放2500卢币的补贴 这些补贴每个月加起来 足够让孩子吃饭不用愁 除了金钱补贴之外 俄罗斯的产假也很长 生一个孩子能休140天产假 如果是工作时间超过一年的女性生孩子 则会带新休年假 政府还会给他们发放三年的补助金 有这么多的福利 俄罗斯女性都上赶着生孩子了 4.日本 作为一个人口本就不多的小国家 日本人十分看重人口出生率 为了让女性生孩子 日本政府承包女性生孩子的 所有医疗开销 从怀上到坐月子都不需要花钱 除此之外 女性生完孩子之后 每月能领到42万日元的补贴 能领到孩子15岁 而孩子上初中的教育 也都是免费的 5.瑞典 瑞典是出了名的福利好 所以瑞典女性生完孩子之后 能休到16个月的带新产假 还是夫妻俩一起休 生完孩子之后 每多休一个月产假 就能领到300克朗的补贴 要是把15个月产假修完了 补贴高达13.5万 那么除了这些 还有哪些国家生孩子福利多呢 各国鼓励生孩子的福利政策 6.德国 德国产假长达三年 还是夫妻二人一起休 光是这一点 就让很多人羡慕不已了 虽然修产假期间不是带新的 但也不妨碍 德国人每个月 能从政府那儿 领到300到1800欧元的津贴 不只是父母能享受补贴 生的小孩也有儿童补贴 生一个每个月的补贴是219欧元 生的多补贴就多 能领到所有孩子长到18岁 要是孩子到了18岁 还打算考研读博士那些 那政府会给孩子发放补贴 直到25岁 7.朝鲜 很多人都知道 朝鲜的福利政策一直很夸张 不仅住房免费 医疗免费 教育免费 女性生孩子也是免费 而朝鲜女性如果生了三个孩子 那么朝鲜就会提高女性的住房级别 让女性一家人免费住到更大的房子里 面积都是120平几步 8.加拿大 加拿大也是生育政策很给力的国家 加拿大政府会承报 女性从产检到生孩子的所有费用 在女性生完孩子之后 能待兴休16个月的产假 这么长的产假不需要上班 真政府还会每周发放补贴 不仅如此 孩子能领到的补贴 也能领到17岁 更夸张的是 不止加拿大本地人有补贴 外地人移民到了加拿大生孩子 也能享受这些福利 我是老黑 你不知道的小知识 都由我来告诉你 欢迎评论死性轰炸 咱们下期见